《秘密森林》 今天将继续为大家带来《秘密森林》第十二集的内容 本集开始 黄史木和韩如真来到普武城家 佳英当时很有可能被囚禁在这的地下室 黄史木让锦焕去楼上放点音乐 地下室果然能听到楼上的动静 冷河潮湿已经找到了 现在就差那个灵漆了 黄史木环顾四周 寻找和灵漆有关的东西 黄史木发现一个漆 不过佳英当时被扔在地上 那个漆躺下的话就看不到了 就算这是佳英所说的那个漆 那灵又指的是什么 而且这个灵漆是在问佳英凶手的时候说的 韩如真在门口发现一个印记 看上去是从下网上刮的 有可能是那种带轮子的包 被刮到这种程度 包的重量应该不轻 这里有三个印记 一般轮子都是双数 那应该就是六个轮子的包 看来凶手是把佳英装在包里进行转移的 不过有一点很奇怪 为什么要把佳英放在这里 过了一晚才动手呢 案件报告书上写着 经常出入这里的学生一般都是午夜十分才会过来 但佳英被绑架的那天 提前了两三个小时 看来凶手把佳英带到这里后 屋里已经是学生们的天下 所以 只能把佳英先放在地下室 第二天再拖上去动手 但为什么不在这里动手呢 在这里动手更方便 就算楼上有人 也不会引起注意 而且等清晨学生们走后再拖上去也行 为什么非得等第二天呢 唯一的理由就是佳英会死 如果在地下室动手 要等很久 佳英才会被发现 到时候人已经死了 如果再绑架当天动手 佳英也会死 因为要到第二天晚上才会被发现 另一边 李章俊和李允范谈完事 徐东仔主动进去收拾 当然 他是为了把手机拿回来 李章俊突然回来了 徐东仔被抓了个现行 他立刻解释 刚刚茶池掉了 当下去捡有点不礼貌 所以没人了 才进来捡 李章俊让他把沙发移开 可下面什么都没有 徐东仔躲过一捡 原来 李章俊进来时 他就已经拿到手机 现在该听听他们在密谋什么大事了 但徐东仔没想到录下的都是音乐的声音 对话的声音很小 根本听不清在说什么 只能分辨出几个词 起重机 香港 与此同时 黄矢牧去拜访李章俊妻子 黄矢牧想知道那晚他在病房里到底看到了谁 但他却拒绝配合 没办法 既然软得不行 那只能来应的了 黄矢牧会以嫌疑人的身份传唤他 护士那晚看到他是事实 佳音的呼吸器被人摘掉也是事实 他不交代的话 杀人未遂的事只能算在他头上 果然还是来应的好使 虽然李章俊妻子没看清全部 但局长的确试图杀害佳音 不过局长在那弄了半天 脸色苍白 突然就停手了 这就是他那晚看到的全部 他有个请求 这件事不许告诉李章俊 黄矢牧刚上车就听到一则新闻 国防部宣布将购买由乌克兰制造的探测雷达系统 韩祖集团和德班集团则是促成这件事的中介 据了解 这笔资金将占国防预算的20% 徐东仔把他听到的内容发给黄矢牧 启重击香港 但这是什么意思呢 从香港购买启重机 难道五方会谈的目的就是这个 买个启重机用得着国防部参与吗 黄矢牧突然想起那个新闻 国防部通过韩祖集团和德班集团 从乌克兰购入雷达系统 如果五方会谈的目的是这个 那才说得通 另一边 永恩秀在医院找人 徐东仔恰巧碰到他 他们来看的是同一个人家英 永恩秀找他的目的是为了确认凶手是不是李张俊 永恩秀拿出李张俊的照片 佳英看到后面的徐东仔 被绑架那天 就是为了躲避徐东仔才逃跑的 佳英突然非常害怕 永恩秀吓了一跳 以为是看到李张俊的照片才这样的 而徐东仔有何目的就不知道了 难道他是故意来嫁祸给李张俊的吗 佳英妈妈觉得有点奇怪 那个人黄史木也给佳英看过 为什么之前没事 这次就这么大反应呢 另一边 黄史木来到成文日报 正是因为成文日报的爆料 特检组才得以成立 黄史木这次来有两个问题 一 为什么没有实质性内容 只有受惠嫌疑 就立刻报道出去了呢 二 爆料人是谁 第一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成文日报的社长跟李张俊有私人恩怨 韩祖集团的大小姐本该是他的女人 结果却被李张俊抢走了 这么看来爆料人也知道这件事 所以才送信给成文日报 送信的人是个女高中生 他说 在路上有人给他十万块 让他把信送过来 社长去问过 给他钱的人 除了是个大叔外 什么都不记得了 黄史木想要那个女高中生的信息 作为条件 他给了社长一个消息 去查查最近宣布的武器购买计划 成文日报经过黄史木的提醒 又出了一则爆炸性新闻 海祖集团和德班集团联手 伪造武器原产地赚取巨额差价 这件事立即引起民愤 韩祖集团的地位一落千丈 黄史木不自己爆料 而是交给成文日报去做 当然有他的目的 特检对韩祖集团来说 挥一挥手就灭了 成文日报最起码还可以周旋 不过以李张俊现在的职位 想搞成文日报轻而易举 社长为了生存 把黄史木是爆料者的事抖了出去 李允饭酒精商场 他这边的保密工作肯定没问题 唯一的可能就是李张俊那边走入了风声 李张俊告诉女助理 明天会有乌克兰的客人来 让他预定闭酒店 并且不能让徐东再知道 紧接着又把徐东再叫来 说明天会有乌克兰的客人来 让他预定闭酒店 不能让你助理知道 李张俊要看看到底是谁走漏的消息 不过他心里已经有底了 只是想再确定一下 黄史木坏了李允饭的好事 李允饭当然不会放过他 特检小组自成立以来也算小有成就 组员们提议去聚餐庆祝一下 黄史木并没有拒绝 就在大家兴高采烈的准备出发时 黄史木接到总长的电话 聚餐的热情立刻被浇灭 黄史木让他们守在办公室 不准任何人进来 总长下令解散特检组 并将特检组的所有调查资料移交至中央搜查部 黄史木去找总长 他想知道解散特检组的理由 总长说特检组已经做得够多了 该结束了 可黄史木才刚刚开始 现在结束 他不甘心 部长带着几名同事赶来 请求总长撤回解散特检组的命令 黄史木只需要二十天 距离他保证的两个月还有二十天 面对这样的压力 总长也不好做 黄史木约李章俊见面 这里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那时的李章俊是正义的化身 给黄史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那时起 黄史木就决定要做像李章俊一样的检察官 可三年前 李章俊却把事如父亲一样的人推入深渊 而今天 又想方设法终止特检 李章俊送黄史木去特检的时候 是因为他碍眼 而现在要终止特检 是因为黄史木成了他的绊脚石 能成为绊脚石 证明黄史木前进的方向是正确的 另一边 组员们等的焦头烂额 黄史木终于回来了 总长收回命令 特检暂时不会被解散 大家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不过聚餐的事是没戏了 毕竟真的受到过解散命令 这种情况下再去聚餐 被别人看到了影响不好 但也不是完全没戏 找个没人能看到的地方不就好了 巧的是 韩如真就知道这么个地方 与此同时 永恩秀去给黄史木送资料 可黄史木并不在家 他放下资料准备离开 电梯门快关上时 黄史木家的门却开了 永恩秀想看看什么情况 电梯门却已经关上了 他什么也没看到 他只听到了开门的声音 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来到楼下后 他还是不放心 便给黄史木打了个电话 特检小组 在韩如真家聚餐 黄史木去上厕所 没接到电话 这是一个不下雨 却打伞的人 从黄史木的公寓出来 永恩秀回头看了一眼 那人立马掉头走了 黄史木的电话 终于接通 是韩永真接的 小张买了点酒 来到韩永真楼下 这时永恩秀也来了 永恩秀帮韩如真洗水果 不小心把叉子掉在地上 永恩秀一步留神 把水洒在了影视员身上 永恩秀无意中发现影视员竟然还有纹身 韩如真进来帮忙打扫 影视员去卫生间整理衣服 他的确有个纹身 纹的是DT 不仔细看的话 还以为是零七 佳音口中的那个零七 本集完 让我们敬请期待下一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